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的掌声来欢迎唐凤唐正伟 刚才主持人说的是由各位所决定欢迎扫这个QR Code 那如果扫不到QR Code因为前面光线毕竟有点亮 也就是欢迎输入slido.com那是一个网址 然后进入729今天的日期 那就可以进入这个匿名的这个发问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当然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说别人问的问题你如果也想要问的话 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按赞的数量越高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题目大家越想要讨论 那如果这个随时有任何想法的话 当然也欢迎举手发问嘛 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 所以就算没有带手机也不是问题 不过现场没有带手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好 那在大家还在想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先稍微简单的开个场 那在我们行政院大家知道我是数位政务委员 那数位政委的工作就是去协调各个部会 去做一些数位的创新 那数位的创新呢是奠基在前面的两个 就是数位化 Digitalization 然后以及数位的优化 Optimization 这两件事情上 那当然我的工作主要就是Innovation 就是确保说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一些比较看起来乍听之下可能有点离经叛道的 好比像说这个做一个什么口罩地图了 那这些大概都不是公务员想出来的 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而是民间有任何朋友只要想出来 他打个电话给1922 那我们就立刻就是把他的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那在台湾其实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 就是我们一直有这样子一个从社会上面 大家众人知识 众人注织的这样子一个文化 所以呢我想我这个前面其实都是让大家有打字的时间 一旦有问题我们就立刻切换到这个问题 有一个朋友们问说这个请问委员说最喜欢用哪一个app 那我其实很少用app 我用的app大概都是webapp 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口罩地图 口罩供需的平台 它实际上是一个网站 那但是这个网站呢你只要按分享 它就会让你很容易地安装在你的iPad或iPhone的荧幕上 如果你用的是Google的Android的Chrome的话 它更是直接就会问你要不要安装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尽可能地推广我们的部会 去使用progressive web app 就是一种进步式的web app 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等这个Google Play啊 或者是苹果的App Store啊 然后审核的那个时间 那而且呢这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按一个键就去看它的原始码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对于这个我们的各种 包含报税的体验啊等等的体验 本来都是app的嘛 后来都改成了网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社会创新的一个口诀 就是当民间那个开始这个骂我们的数位服务不好用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四个字啊 就是你行你来啊 那因为大家都大家都看得到原始码 所以这个你要把它改成这个更好的样子啊 更有趣的样子啊等等啊 我们就可以去平衡社会上在意经济的 在意社会的 在意环境的 各种各样子的朋友 反正任何人他只要好比像说提个按说报税 难题难用到爆炸嘛 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像当时2017年的财政部杨金恒专委 它事实上是一个新的编制 就是我们有国会联络人去跟立法院沟通 新闻联络人去跟各位媒体工作者沟通 那但是呢 这些开放政府联络人专门跟hashtag沟通 hashtag就是网路上面一些潮词嘛 一些潮词出现 好比说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时候 事实上它没有代表人 不是像传统上面我们请一个社长啊 或者请一个会长啊来就可以了 事实上这是一群乌合之众 但是每一个都觉得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就只好邀请说 所有觉得爆炸的朋友们 都实际来我们的财政部资讯中心 大家一起来co-create 来共同创造下一个年度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从报税一开始到后面 我们去问大家有什么步骤 有什么细节 有什么需求 碰到什么问题 想解决什么问题 但我们把网路上面大家那么多的意见 如果相同的意见 我们就贴成一张便利帖啊 不同的意见当然就不同的便利帖 所以我主要的工作 只是确保说 我们的公务人员在脑里头有一个转译器啊 如果是民间的朋友写字爆多 他在签诚上去的时候 会自动转译成这个文字稍嫌冗坠 就是让他的长官不要高血压啦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对精神健康很有帮助啊 那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民间的朋友就不会觉得 我们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因为我们有篡改他们的字句嘛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他写字爆多 我们可以拿掉惊叹号 但是字不能拿掉 他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要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或者如果大家在2017年有报过税的话 可能知道在试算的时候 试算完成还没有上载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五区国税局 还都不一样的那个吉祥舞 跳上跳下 用标凯提携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惊叹号 那这样子当然是让大家 他的用意是很好的 他想让大家觉得好一点 那但是也有朋友马上提醒我们 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谓的痛快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你不要在中间这个试着让人心情好 没有人报税心情好的 那所以这个是挑战我们的设计前提 那这些也全部都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我们就邀请 网路上面最酸的这些朋友 这个citizens and users 就是这些很酸的酸民们 那我们的这个IT contract 就是官贸网路 那还有我们的五区国税局 大家坐下来见面三分请 一起划出我们新的这个报税体验 那当然就是他的 就是approval rate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运用这个web技术 运用开放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画面 view source 去看它的原始 事实上就是开门造局 就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有什么好的想法 那就直接写出来 也不需要等政府去做采购 事实上是你是向着政府反向采购 就是民间写出更好的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纳入 变成我们报税流程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就是open web web-based progressive web app 是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推动的一个想法 有1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认为创新者应该要具备哪些特质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价值 就是在创新者身上 一个是inclusion 一个是sustainability 就是寒荣跟永续 所谓的寒荣的意思是说 那好比像说最近日本媒体有访问 说我在口罩1.0 2.0到3.0 就是拿着健保卡可以去超商预购口罩 可能有朋友有用过 包含移工朋友 包含长辈们都是比较就是愿意使用的 事实上也是三倍券的 就是预购的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是同一套系统 那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我就说我是先去问我87岁的阿嬷说 为什么她没有去药局排队 也没有用我们的健保快一通 后来呢她就推荐我 一位她的年轻朋友 所谓年轻也77岁了 去做user study 那所以呢我就跟着77岁的这位杨奶奶 去全家媒体商店 去测试我们当时在做的那个雏形 口罩3.0的雏形 那个杨奶奶她给了我非常多 非常棒的一个意见 好比像说她认为说 应该要以现金付款作为预设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去ATM付钱 她说老人家想到ATM就想到诈骗 所以呢如果你一定要她去ATM刷卡付款的话呢 这个是不会work的 他们一定还是去药局排队 之类之类 那所以呢她对流程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都有很多的想法 就像我们之前另外一个案子 帮故宫博物园 因为现在已经公开招标 我已经可以讲了 就是说他们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他们好不容易设置了那种 QR Code感应式的入场 但是很多长辈去那边还是在那边排队 等着就是纸本的票去入场 难道长辈真的那么喜欢排队吗 事实上并不是 我们有去问长辈 她说事实上因为QR Code感应之后 她没有一个东西 没有一个收条 就像你如果去便利商用QR Code 你最多也只有一张感热纸 对不对 那个感热纸跟故宫的形象 实在是不太般配 她就是希望有一个故宫的形象的那张纸 她回去要夹在日记里 她要在餐桌上面跟朋友分享 跟家人分享 她才是像是去过故宫 那所以呢 当我们有给她上纸之前 什么QR Code感应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inclusion 这就非常重要 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要求大家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来配合技术 而是我们要改变技术 来配合大家的行为 所以后来我们经过共创的工作方 就像大家刚刚看到 报社园体那样之后 我们就采纳了另外一位 也是很年长的朋友的意见 就变成是说 她拿QR Code感应进场之后呢 我们会给她一个收据 一个凭证 可是这个凭证呢 是一个专属的柜台 而且说不定是烫金的 而且上面还有她的名字 而且还有当时展览的QR Code 她回去给她的这个孙子孙女扫一下 她看的东西就跑到 她们的动物森友会的 那个无人岛里面去了 总之就是说 她有客制化的这个作用 她们这样子就很愿意 所以大家并不是喜欢派对 大家是喜欢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一个纪念的东西 把它拿回去 那所以透过inclusion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去确保说 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都能够进入我们公共服务的设计里面 那当然有些利害关系人 是不会出席 也不会投票的 好比像说环境啊 我们的山啊 我们的海洋啊 等等这些 那这个时候 sustainability就很重要 我们就需要透过像 民生公共物联网等等的方式 去给这些没有投票权的 包含后代的子孙等等 也有一个发言的机会 那创新 我们这一代能够过得很好 那当然很好 那当然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说让整个世界 在我们登出的时候 比我们登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要来得好一点 那我想有这两个基本的价值 就可以成为一个 相当不错的一个创新者 有13位朋友们 会说对于数位经济的未来 台湾的5G啊 会如何成长 当然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4G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走上了一条 这个叫做clean path 我不知道要怎么翻译了 可能一个干净的路径 那最近这个词蛮红的 因为美国发起了 干净路径倡议 那我们当然从我们的角度 是很高兴了 因为我们2014年 占领立法院的时候 就是在要求这件事情嘛 那虽然高兴 六年之后大家跟上了 各国跟上台湾的脚步 那但是这个干净的路径 说真的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就可以确保说 我们在去帮助 其他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哪一个 就是我们的technical stack 我们的技术的这个堆栈里面 不会有哪一个部分 是我们不了解的 我们无法掌握的等等 相反的所有这些部分 我们都可以说 这是appropriate technology 是恰当的科技 如果我们实际上 去帮助的那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 我们目前使用5G的方法的话 那他是可以自己 完全了解这件事情 并且是进行改造 不会忽然之间 他没有办法去客制化 然后他就必须先 割让一个港口什么的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国际的关系里面 Taiwan can help 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 而且里面的每个component 每个元件 如果不适合大家的使用的话 我们都很愿意去客制化 如果是他们要做 他们的边缘运算 如果他们是希望 他们在自己的那个岛上 我们跟很多太平洋岛国有合作 去进行他们的赔利 这些工作 我们都非常愿意 所以我觉得 我在台湾 我觉得非常 难能可贵的 就是说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刷金融卡 在ATM的时候 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但是到我们刷健保卡的时候 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的这一端 也就是健康跟教育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像越偏向越先进 或者是说在5G的招标里面 有一部分的标筋 专门去帮助偏向 去补上他们本来在教育上面 跟在健康上面 所谓不足的地方 包含说在偏向离岛 透过远距会诊 在救护车上面 就可以甚至做一些 初步的手术处置等等 这些大家都觉得 这是5G标筋 很好的一个用法 因为健康的权利 跟受教育的权利 在台湾 这个是应该所有人 普会共享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Vision 就让我们这边 可以去测试 很多新的这样子的用法 在我们这边测试之后 我们再让全世界 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崭新的模式 在台湾这边已经demo过了 那我们输去到外面的时候 也不是说他要全盘接受 而是说他可以去 用开放式的方式 去进行创新 甚至我去伊索比亚 去阿迪斯阿贝巴的时候 我在他们那个加速器 他们真的 这不是say好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去 我就去了 然后他们当时在讨论说 怎么样让当地的 这个农产品 农业科技等等 能够让全世界所知 那他们荧幕上 只有两个 就是日本的寿司 跟台湾的珍珠奶茶 他就想说 要怎么样子 让他们的Ruibus Ruibus 他们说没有人知道 是非洲来的 那所以我就突然间 这个跑进那个会场 跟他们说 没有因为我们翻成 南非国宝茶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南非来的 但是就是说 珍珠奶茶的特色是 它就是开放式创新 你就算用Ruibus泡 也可以叫做珍珠奶茶 我们没有说 你一定要是黑珍珠 还是白珍珠 所谓的made in Taiwan 不一定是这种特定的产品 事实上它可以是一个process 就像我们的口罩衣冠场一样 是一个process 我们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有18位朋友们想要知道 说中小企业都听过数位转型 但都不知道第一步要如何踏出 不知多贵 不知如何评估效益 请问数位创新 如何踏出政府 让平均年63岁的 中小企业主啊 也开始数位转型啊 我想63岁 在我们77岁 杨奶奶看起来 还是年轻人啊 那所以就是 我想轻盈共创啦 是非常重要 在我的办公室 也就是仁安路三段 就是9号 我们有一个开放式的这个空间嘛 这个空间就是 本来的空军总部 但现在变成一个很漂亮的 就是我们围墙都拆掉 你可以直接走进来啊 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就是在这边办公啊 那这个地方 其实本来是有一个 行政院的清创基地啊 青年创业的这个基地 那我就看到很多 这个五六十岁的朋友们 他明明就是 非常的有创造力等等 他一走进来 看到清创基地四个字啊 掉头就走 因为他觉得 这个跟他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一旦进住这边之后 我就请他们把清创基地 都改成新创基地 我们网络上那个 清创圆梦网 也改名叫做 新创圆梦网 那甚至连清创总会啊 今年也改名叫了 新创总会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message 就是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 大家都是青年嘛 如果不是资深青年 就是见喜青年啊 所以就说 大家都在心里 有这种 是是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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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真的啊 大家都是青年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这边 想要营造的一种气氛 就是说 任何人他只要来 他就有所贡献 而且他可以有所学习 那这个有所学习里面呢 最主要的 还是以共同的 这个目标为出发点 所以好比像说 像当时一群 这个北科大的年轻人 跟MIT合作 在这边坐自驾车 但是三轮车的时候啊 他们就是听到了 很多这个建国花市那边的 长辈们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 这个车子 他们不是要用来代步 而是想要用来 handsfree shopping 就是他一面买花 然后一面往里面放 然后希望他装满了 还可以往后退一步 另外一辆车过来 他就可以从头 这个handsfree shopping到尾 那这事上 这是一个完全MIT那边 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一个用法 但是这是台湾这边的norm 是这边的社会常规 所以我们从这个 社会常规出发 才是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 数位转型 当然大家都知道 它的目的并不是无纸化 像我刚刚提到 故宫那个例子 最后还是有一张纸 它是流程的优化 就是说 本来浪费大家时间的事情 尽可能不要再去做 那等到你省下的时间 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去创新嘛 去想 你本来是制造取向的 有没有可能某些部分 变成服务取向 你本来是 就是你的创造力 大概都是在 自己的R&D部门的 有没有可能让所有人 都能够进来 你的使用者 不再是使用者 而是你的共同创造的伙伴等等 透过像群众募资啊 重包啊 等等的方式 所谓的开放式创新 那但是这些都是 是在流程优化之后 才能做到啊 不然的话 你的员工 或你自己 到底哪里来的 这么多这个 就是空闲的时间 去进行这件事情呢 所以像放这些 就是看起来 好像一下子没有用的东西 但这是所谓 无用之用嘛 就是大家放到这边之后 大家就自然不会想要 看到它浪费掉 然后就会把它改造成 像这种样子 事实上 那两个眼睛 完全不是 就是视觉感官哦 它是有自己的摄影机 而且事实上是有LIDAR 是360度的 那这两个眼睛 就是在建国花室的时候 它可以告诉旁边人说 我现在正在跟着谁哦 那所以像这些 就是所谓的 situational application 就是你在一个 实际的一个情况 然后看到这个 创新的必要性之后 再创造出这种创新 所以大概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亲一共创 大家都是青年了 事实上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你的优化的过程里面 不要忘记说 你空出来的时间 不是再去投入 同样的线性的这个部分 而是你把空出来一些时间 去进行一些 开放式创新的活动 像我们的总统 被黑客松啊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创新沙盒啊 等等 里面都有很多 很好的点子 大家可以多看一看 有1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对于台湾的AI 应用在生技产业 是否承受 又台湾是否可以 做到与世界的 差异化服务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AI的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对资料 它的资料到底是 谁来curate 就是谁来策展 那到底是收集之后 谁来决定 怎么样使用 那当然呢 像刚刚有听到 就是上一场 我在门外听的 不是很清楚 好像有听到什么 对撞之类的关键字 那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已经 这个板块对撞了 大概有上百万年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玉山每年都 还是长高2.5公分 那就是因为 一边是欧亚路板块 一边是菲律宾海板块 然后我们就会 一直收到一些 SMS的那种 地震市警的一种警报 那所以呢 台湾才会一直往上 所以呢 关于AI 其实有很多种逻辑 正在同时存在 台湾上面 好比像说 我们就看到 有一些朋友 觉得说 PRC那边的一个做法 就是由国家掌控 全部的资料 掠夺再分配 这个监视性的 这个做法 好像是很有效率 那又有一些朋友们 觉得说 像美国早期那种讲法 就是说把资料跟石油 竟然是相提并论 所以就是资料相同于油料 那可能两个都可以提炼吧 那大概除此之外 也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那但是就是希望说 把资料尽可能地汇聚起来 那至于什么用法 之后再想 那也有朋友们去提出 像欧洲那样子的想法 就是说 没有啦 其实主要应该是社会部门 就是好比像说 像平台合作社啊 这样子的方式 是由 大家只跟亲朋好友 分享自己的个人资料 那国家应该是 透过像GDPR这种方式 去确保说 这个资料 不会莫名其妙就烙在 不应该烙的人手上 那在台湾 所有这些哲学 都同时存在 但是我们又同时看到 这些里面 它的好的地方 以及它这个空缺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被刺激出 一些社会创新来 那好比像说 大家可能都已经有听过的 就是Airbox 就是空气盒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 好像民间发起的运动嘛 大家要自己量PM2.5 但是慢慢的 因为它实在 透过分散式账本 就是动员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他们就开始出现 这个bargaining power 就可以开始跟我们的环保署 因为环保署 当时不到100个侧站了 然后去说 那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 这个数字 而且他都相信我们的 不是很相信环保署的 那所以我们会愿意说 把我们的数字贡献到 这个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 NCHCL 但是我们有对价 对价是什么呢 这个工业区啊等等 那因为这个国小老师嘛 就不可能跑去工业区 挂空气盒子 不过路灯是我们的 路灯是政府的 所以呢 政府就可以改造路灯 然后去挂个空气盒子 让大家看到说 确实了 事实上 他们本来怀疑这个工业区 也不是这个工业区 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reverse procurement 就是说 在社会部门先建立正当性 然后跟工部门一起来 告诉经济部门说 怎么样子做 才不会烧到社会的抵制 事实上才会让社会看到说 这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也不会 另于去给予掌声嘛 这是所谓business development 就不是只是CSR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我觉得在台湾是 我们的常态 但是在国际上面 却不一定是常态 所以我们呢 也好 或者是纽西兰也好 或者是瑞士也好 等等 这种比较有一个 很强的social sector的地方 我觉得在AI的发展上面 就可以有很多 刚刚讲的 norm first innovation 就是我们先形成社会常规 甚至连形成社会常规 这件事情 本身也是我们可以外销的一个process 有些位朋友们问说 现在流行学写程式 说这样有前途啊 是不是应该让小学生啊 开始学写程式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重点倒不是写程式 重点是那个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运算思考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传统上面 我们在有数位优化的能力之前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有多少时间 就做多少事 但是有数位优化能力之后 大家就知道说 没有我应该是透过 植物流程再设计 体验设计的方式 去看我的植物流程 里面哪些是结构简单 哪些是冗的 这个时候我就应该赶快 让一个AI 一个辅助式的智能过来 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哪些情况 你可以是把一个工作 拆成并排的并列的 哪些情况下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所谓的subroutine 就是去把它交接出去 给某个人去做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掌握了这样运算思维的能力的话 就不会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大家就像拼拼图一样 慢慢地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那所以我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说 像这种拼拼图的概念 小学生很可能他可以从 玩乐高 或者是玩乐高所独家赞助的 scratch的这个语言 开始 不他真的是乐高独家赞助 就像堆乐高一样 他就可以掌握住 运算思维的一个概念 但是运算思维呢 也只是我们在设计思考里面 后面的部分就是 怎么开发 以及怎么样部署 但是在左边 还有怎么样探索 以及怎么样定义问题 那这部分就是设计思考 所以我觉得设计思考 跟运算思考 它不能偏废 那我们一开始在教小孩的时候 就是说 不管在怎么大的问题 你都可以先去问 他的利害关系人 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感受 怎么感觉 他只要学会这种 积极聆听的这种技巧 并且定义出一个 共同的价值的话 那不管看起来 立场再不一样的朋友们 到最后也可以去接受 他所做出的这个创新 那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做 而是跟所有人一起做 所谓的开门造局 如果有玩过Scrash的朋友 都知道 绝大部分的小孩 在玩Scrash的时候 并不是从头自己写一只程式 而是把别人 已经写好了一个游戏 他抽换主角 变成他的照片 常常都是 第一步都是这个 或者是改成他喜欢的颜色 等等 那事实上 我们的专业程式设计 是在工作的时候 也是这样 九成五 如果是AI相关的话 根本都是开放的 就是程式码 开放的资料等等 是在等着你说 这边有个柱子 那边有个柱子 你中间有一个 就是把它连起来 这个衡量 这个才是数位创新 最需要学的事情 所以并不是什么东西 都是自己做 而是说去开门造局 去跟整个社群一起完成 那以上是一些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唐正伟 带来这么精彩的交流 谢谢